PS5选光驱版还是数字版 我们先说结论后说原因 如果你买国行的PS5 我只推荐买光驱版 不推荐数字 如果你买港版或者日版 那么数字和光驱都可以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因为PS5的光驱版 它的功能完全覆盖了数字版 数字版有的功能 光驱版都有 带光驱的版本 可以玩光盘游戏 数字游戏和会员游戏 如果购买了数字版 只能玩数字游戏和会员游戏 不能玩光盘游戏 那光盘游戏有那么重要吗 因为PS5的新游戏都很贵 很多玩家都会在第一时间 先买新游戏的光盘版 通关之后再把它卖掉 这样玩游戏的成本就下来了 目的是可以省钱 这是数字版做不到的 另外PS5的新游戏 打折速度很慢 一般要等很久或者几年之后 才会打五折或者打三折 从玩游戏的长时间来看 数字版不如光驱版更经济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国行的后门 即便它有0.001%的机会 如果后门被堵上了 那就不能玩港幅的数字版游戏 和会员游戏了 如果是光盘版 至少还能玩玩光盘游戏 说完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